再来看到是北韩为了要解决粮食问题 又出新招了 是宣导民众来食用黑天鹅的鹅肉 这个当局说呢 这个黑天鹅的鹅肉既美味又有医疗价值 北韩是因为这个新冠疫情封闭了边境之后呢 粮荒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最近政府呢就倡导民众可以食用黑天鹅肉 并且说呢这个黑天鹅的肉相当的美味 比其他的肉类呢还有更多的蛋白质之外 又可以抗癌相当具有医疗价值 根据北韩新闻的报导呢 当地从2019年初开始就研究 繁殖黑天鹅当作食物来源 希望可以借此来解决粮食问题 改善人民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